澳門有大部份的家庭和食肆都是用石油器作為燃料 但好不幸,在今年7月,一間位於黑沙灣百里新村的食店 而因為店內的石油器操作不當而發生爆炸,事件造成一死六傷 店鋪被炸到看無鹽膚,甚至商林的大廈都被波及 今次的意外,模擬敲響市民對於石油器的正確使用方法的警號 因為石油器通常會爆炸,爆炸其實在石油器中 我們需要達到一定的密度才會爆炸,漏了很多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但你只要打開門打開窗路,基本上通風已經做到這些了 正所謂知己知彼,要防範就必先去了解 我們找到他和我們做了幾個實驗,一起來釐清石油器的底 石油器其實我們發上是稱為丁軟,就是來自石油的 石油蒸餾裏得到的氣體 它有一個氣味,其實是添加進去的 可以提醒到人,如果洩漏的時候可以聞到臭味 就知道有石油器的洩漏了 爆炸的上限和下限分別是1.8%和8.4% 即是如果空氣中的濃度佔體積比是1.8%到8.4% 在石油器的話,那個混合物就可以爆炸 這個爆炸的混合物在那裡的時候 爆炸混合了的氣體,其實就是少少火花 都已經足夠給到能量爆炸 到底7月的時候發生的氣爆威力多大 可以將一道牆炸爛呢? 火博士用小型實驗示範一次石油器氣爆威力給我們看 剛才其實我們做了什麼實驗呢?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大的膠瓶裡面 倒了一些液體石油器進去 等它很短時間之外就要和空氣混合了 形成一個可以爆炸的一個混合物 然後我們就剪火 在裡面的混合物是在一瞬間裡面 全部石油器馬上燒光 產生出的巨大壓力 就是從這個瓶口的洞裡噴出來的氣體 然後那個力可以將整個瓶以高速地向前推進 然後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下的威力是很強的 就是這麼少量的石油器的爆炸 都已經可以將整個瓶以很大的速度向前推 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整個房子 都是充滿了剛才那個氣體 但是一爆起來的時候 那些牆那些全部都會向外 噴地向外推 剛剛有一個氣球 我們倒了石油器進去之後 我看到它慢慢會膨脹了 那就是石油器由那個液體變回氣體的時候 它看回那個體積充滿氣球 那之後那個充滿了丁軟的氣球 然後就有很多炎的氣體 然後我們去點火的時候 就是火就燒穿了氣球 然後同時點著了那些丁軟氣 那一次過那些丁軟氣著火 就產生過很大的火球 只是用gas罐很少部分的石油器做實驗 都有這樣的威力 可想而知 如果一罐標準家用或者餐廳用的石油器罐出事的話 威力絕對非同小可 而早前7月發生的爆炸意外 是由餐廳食肆廚房引起 那到底食肆廚房日常 又是怎樣管理石油器的呢 不可以擺多了 最多擺四個後 不可以說擺一排 體驗的掣 或者晚上下班要定時檢查 那些掣 這四個掣全部都要兼 還有兼滿這兩個大掣 這兩個大掣都很重要 最常換這些盤 那個環 換都要換 全部都換 因為要用多久 始終都不是這樣 偷掃得好 很安全 最怕是那些 蘿蝦咬 那些鬆動的漏氣 多久要檢查一次呢 大半天了 又檢查一次 檢查石油器 檢查雪櫃 那些爐頭的那些 看看 大家看到餐廳是怎樣確保廚房的石油器 裝置安全 那怎樣確保家裡的石油器安全 大家就更加要知道了 那這個氣體 其實那個氣管 我們通常要遠離爐具 那好像這個家庭 其實已經遠離爐具 還有遠離水源 上面其實我們有注意事項 其實我們會看到有一個調壓閥 還有氣管上邊有一個調壓閥 還有一條氣管 那這個調壓閥大概平均五年要換一次 而氣管若膜就是沙蓋 漲膠管大概三年到要換一次 還有我們應該每一年半至兩年左右 然後我們就會原諾的石油器供應商 就上來做一個安全的檢查 那就可以確保你們家庭的家庭 的家庭的家庭的安全 一般的漏石油器 其實我們會在一些 喉管的接駁位會較為多些 還有因為喉管的時間的腦化 還有漲膠管的時間腦化 所以會產生漏氣 所以通常我們關掉一個調壓閥的時間 其實已經是可以控制了 截止了氣管 但是如果你看到氣味 繼續很濃的時間 那就必須要離開這個現場 我們找專業人士去處理 而如果氣味繼續非常濃郁的話 那我建議你們 可能要叫消防員去處理 大家一定要小心使用 以察安全